那么《心经》的开宗名义呢 它强调的重点是五蕴皆空 观自在菩萨心身不热波罗弥多时 召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恶 那五蕴是什么 五蕴就是构成我们身心的五种要素 色 受 想 行 失 色就是物质性的东西 是我们的身体 以及是我们身体所面对的对象 而受 想 行 失 就是精神性的东西 是我们的念头 所以佛教认为 人生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痛苦 那根子上就是五蕴不空 所以佛教认为色蕴是空的 人的身体万事万物都是空的 为什么它是无常的 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 沧海桑田 它是缘起的 它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组合而成的 那么同样佛教认为 受 想 行 食 这四蕴呢 也就是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精神活动 它也是空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 受 想 行 食 这四蕴它是无常的 它是分分秒秒都在变化的 人王护国经里面就讲 一念中有九十刹那 一刹那经九百生灭 身住一灭 沉住坏空啊 都在电光石火的一念之间 因此 金刚经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那么七四 受 想 行 食 它是缘起的 是六根和六成合合而生起来的 那外部的环境变化了 那你念头是不是也随着变化呢 所以它是空的嘛 正因为我们的五蕴呢 是缘起的 它的本性是空的 所以我们对五蕴就不能够生起执着 那不执着五蕴呢 我们就可以度一切苦恶 可以超越人生的所有的苦难